什么是社会主义很多人都不知道 新闻联博经常说 我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听不懂你就看不懂新闻 咱们下面就是来说一下 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 比如春运坐火车 火车票从来不涨价 但是你要坐汽车 汽车就会涨价 因为火车是中国铁路由国家统一管理分配到个人 无论是过节还是春运 它都不涨价 而汽车呢 大部分是个人经营俗称小老板 由个人坐住 谁出的钱多就给谁 不管别人只管自己赚钱 所以火车就是社会主义 汽车就是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就是一个要维护私有制 一个要消灭私有制 如果你想要维护私有制 那么必然伴随着剥削 也就是大资本家对普通民众的剥削 比如一天让你工作12个小时 只给你50块钱 你不做就没有饭吃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 资产阶级占据社会的统治地位 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 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广大劳动群众 要知道改革开放前 国家是不允许个体经营的 不让个人当老板 后来领导人发现这样不行 得改革 国家管控重要命脉 比如中国石油 中国铁路 中国电力 学校医院等等 国家握住大方向 一方面让人民吃得起饭 住得起店 坐得起火车 上得了学 另一方面让有能力 有本事的人可以自己做生意 比如马云 马化腾 任正非 刘强东等等 他们不仅能纳税 还能帮助更多的人就业 给国家 给人民都能带来好处 就这样一半社会主义 一半资本主义相结合 我们就称之它为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目前也正在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已经体现出它独有的优势 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 我们对疫情的控制 可以说是独树一致 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可就不容乐观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